雞肉要開 湯汁馬上流出來 配上豬肚特別驗化的雙鏡運料 吃起來和一般的餐雞有很大的差別 飯店豬肚特別選用最高級的本土土雞 貴丁雞來料理 保留實在本身的風味 蘇甲鹿油紅粿就在要到了 加以七滴名親煮飯店 就推出雙家族的主題特榜 和國燕吉的貴丁雞料理 要來唱功 鹿油最貴 這個肉質真的很細嫩 然後經過這種研究的方式 它這個所有的那個汁全部是保留 然後它會有帶一點點血水 那個是我們 因為它是可以生食級的雞 所以我們會在烹調的時候 都是保持在九分手左右 為了保持它的嫩度 所以還是會堅持在九分手這個部分 貴丁雞肉一隻油 甚至有人拿來做生意 沙漿鹽局貴丁雞只要烹到九分熟 就可以做菜 飯店豬肚特別選用在地食材來料理 現在是吃麵的好幾隻 很多菜式都運用麵來入菜 剛才吃在地食材也要吃到就是 要讓老闆來到咖漿鹽油 吃出不一樣的煮味 飯店也推出汗農的主題特榜 欠親主家庭來體驗 我們用森林系 熊大哥的房間叫森林系 那那個熊二妹的房間的話 就是粉系的一個親子房 那這些房間的話 是目前親子 他們訂閱非常踴躍 非常踴躍的一個房間 其實我們在5月17號推出到現在的 到現在的話 訂閱已經快要額滿了 熊家族主題特榜 幾間飯店只含了兩間 高水處美的中逢和油氣息比 就夠讓小孩生一個步 藥家也表示 主題特榜一推出 就受到魯客很大的歡迎 後果月的團五隻連家 和山來的蘇家魯油翁鬼 那時想要來自己魯油 就要提早安排 記者就申請蔡鳳報道